华联县政府长期重视推动三级棒球运动的发展 除了是鼓励棒球队直接参加各县市举办的全国比赛之外 为了增加县内球队的交流机会 特别举办了棒球营扎根基层棒球运动选手的养成教育 而在24号上午在德新棒球场举行了开训典礼 华联县政府非常重视基层棒球运动选手养成教育训练 每年都会举办三级棒球运动的正垂直整合训练营 希望能够提升基层棒球选手的技巧与知识 我们的球场非常的多 无论是从三民国中的球场 再到平和国中的球场 再到花莲我们国府旁边球场 以及大本部落的球场 我们的球场非常的多 比赛只要大乡想打 新政府体育会就会来举办很多的邀请赛 让我们无论县内的交流都非常非常的丰富 在这里我要谢谢所有在各校的指导的教练 以及还有校长的支持 今年也请到了具有大联盟资历的不死鸟郭洪志 担任训练营的讲师 希望藉由他在美国大联盟的经验与信录历程 传授给参加训练营的学员 然后接下来这边还是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然后将我的地生所学尽量的展现出来 建立花莲县棒球扎根的策略 并落实各项资源的整合以共享 来提升花莲县棒球运动的竞技层次与竞争力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